在言情剧里,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求婚的浪漫画面。 不过,电视剧总归是电视剧,前段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,有一名男子在广场上向自己的心爱的女子求婚, 但是没来男子想到的是,得到的不是我愿意,而是女子劫子底里的怒骂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据了解,最近有网友爆料称,在门民事中心,一名年轻的小伙子,单撞下一位女子求婚,而等待男子的不是甜甜的回应, 而是一句声嘶力竭的,你连厕所都没有,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,你叫我嫁给你啊。 你太可笑了,女孩的这句话被周围的人拍了下来,并且放到网络上,随即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 女网友大多觉得,女孩说的没错,没毛病啊,这男的什么都没有还敢求婚,让姑娘跟着去苦吗? 如果真的喜欢她起码有点子资产在求婚吧,这女的要求不够了,没还要车一样豪宅,只要最基本的住宅条件而已,难道要对方陪你睡大街啊? 别谈天真,作活是个名词,不是现实,没人愿意婚和生活水平比婚前还要差。 啊,再说,既然是求婚拒绝也是选项之一啊,也有男朋友表示,我家有厕所,但我不会娶你,说实话我家也没什么钱,那我是不是应该入订单着? 是不是投胎穷人家的孩子,都应该单身一辈子? 不信30岁后的今天还跟现在一样,不信连厕所都没有就不可能结婚? 其实大家都明白,厕所,只不过是就是代表着现实的物质条件,而关于爱情与面包的讨论,这几年来实在太多。 最著名的例子,就是《非诚勿扰》上一名女嘉宾的名闲,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,也不要在自行车上笑,究竟该选爱情,还是该选面包呢? 这次估成了不少现代人纠结的事情,有人说,选面包,毕竟爱情会过期,选老猪皇还会惨遭猪鬼,还不如一开始就选面包念包,仅仅是基础,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。 但是,要想将爱情进行到底就不得不先拥有面包,有些人说,能和一个又有爱情又会做面包的人生活就在幸福不过了,如果没有这么完美的事情,那我会选择与爱情一起选着做面包,选爱情吧。 你们共同奋斗,一起买面包,就算只能买到一块,你们分这些也是钱的,苦日子总会过去的对于选择爱情或面包,你会怎么选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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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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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